四季节序 网了 你觉得凤华的考官 比GM的考官要和善许多 算是正常人 起码没有要求我们穿外保鞋 你说咱们有希望会被录取吗 我也不知道 可是宋短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当初这M在医院 不是当你和那个人一起录取的吗 怎么现在只通知他一个人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可能就是因为我酒量不好 还酒精过敏吧 你也太天真了吧 在里面一定有事 应该 哥哥 好 宋短 你过来一下 麻辣 要不我待会儿再过来 宋短 坐下 坐下 哥哥 那我过会儿再过来陪你吧 不行 你现在就过来 你凭什么指挥宋短啊 宋短是你的女仆吗 真逗啊 我跟宋短说话 你插什么嘴啊 瞎大语能 情讲普通话我听不懂 你们巴拉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情商低的人 就算你打了十一生了 你也不会被人要的 你也留不下来你知道吗 巴拉 十五格格我告诉你 别逼我动手 你懒人打我呀 来 打啊 你家别再逼我 小本身假呀 来啊 干嘛呀这是 乖乖 鲁子 你别打了 你干嘛呀这是 到底一行事 你们干嘛呀 好看吗 干嘛呀 乖 你看吗 没什么好看的了啊 你们去吃饭吧 老师 这又是哪家工作招聘信息啊 这不是招聘信息 这是录取通知 黄阿集团呢 原设录取录单 就录了 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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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录取了 就录了 就录了 看了 来 快走 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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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没事啊 来 快走 快走 喂 妈 少奶 最近有没有公司打电话给你啊 还没有啊 我刚参加完风华的面试 还好等同志 那格格呢 他 他也没有啊 那就好 不然那个格格妈 不知道该有多神奇呢 哎呀 你这个箱子都没法再修了 扔个得了 尊重我一点好不好 这是我得了优秀教师奖的礼物啊 我很爱惜他 我要继续用 爸 妈 你们就回去吧 别在这儿一直耗着了 你们在这儿我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 我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行不行 女儿 爸爸已经在跟单位都请过假了 而且领导特别谅解我目前的状况 没事 我们到哪儿都能将就 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估计有半个月就该有结果了吧 这样好了 等一下我再到你们学校公报来去看看 也许啊还能找到更适合你的公司 爸 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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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公司的信息啊那些我都记在本上了 你看 我记下来了您不用再跑一下 你看 记上了 我有消息会通知你们的 陕虚公司 可以 小老婆 帮我帮我 哥哥 我帮你回来了 辛苦了 那个妈妈最后一圈了 那个给你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小餐 你干嘛吧 这不是哥哥嘛 不得了了不得了 听你妈妈讲 这个现在是大公司了是吧 集团公司了 是啊 哥哥 一会儿要对你妈妈好点哦 妈总算熬出来了 你以后挣的钱 每个月钞票交给你妈妈的 听见没有 听到吧 知道了 大公司上班 那个薪水肯定不得了吧 这个每个月好挣不少钱了吧 有五千块吧 我还没开始实习呢 现在实习期间 没什么工资的 那等到以后分到了好的工作岗位 那是五千块钱了 五千块钱不太少了吗 我跟你说 对对对 你打打打打最后一圈啊 我要吃饭吃了 来 刚才你的奥山盘我碰掉了 我打一个 三万 五 解释解释吧 我 我捡的 在哪儿捡的呀 我 我忘点了 你干嘛呀 你 你干嘛呀 陈爱玲 你干真有事 我以后怎么回学校 怎么有脸去跟洞学见面呀 你以后进GM公司了 你不回学校了 那个再说 妈咪也是为你好吗 我是好心吗 我好 为了我好 好 你知不知道我那天 我那天去人家公司 人家帮我当贼看啊 帮我当贼看 我有 我多难受 我多丢脸 你去干嘛 我就问你啊 你干这种事情 你不是觉得丢人的呀 你干嘛这么说我了 好好好 我首先我第一 我承认错误好不好 我承认错误啊 我第一 我是属于冲动 第二 我也是为了你 不管怎么说 妈妈有没有干那个 杀人放火 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这叫偷鸡摸狗 这不算 这也不算的 这只是撕了一个小网告而已 真是笨的 我 我当时我要是撕了那个网告 我扔在垃圾桶里面 你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真是的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不想再跟你说了 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 你在家里给我好好反省 听到没有 吃吗 不吃 妈啦 恭喜你啊 进入风华了 嗯 谢谢啊 你妈啦 我搞错了 我知道海报不是你撕的 对不起 我都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 你给一句痛快话呗 介绍还是不介绍吧 可可 你道歉的时候 温柔一点 笑一个 反正她要是愿意我 跟她还是朋友 她要是不愿意 那算了 你道歉都还像是个公主 好了好了 事情都过去了 太好了太好了 这么说 你不生气了啊巴拉 快点快点把手伸过来 来快点 快点 握个手吧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嘛 以后我们还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好不好 你怎么可以拿我的手 行啊 你们俩真的不用再吵架了 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 哎 你们风华 对于云光的着装有要求吗 我听说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周一到周四的时候 得穿正装 周五的时候才能随便穿 是吗 是吗 我不知道 不过我也不关心 哎 你们 这页目 一个月实习工资多少钱 六百 那头差不多 你说六百块钱能干什么呀 现在一件衣服对了两千多呢 没事 熬过这实习期啊就好了 那你们 如果加班的话 会有交通补贴吗 不知道啊 没人说那么细 但愿吧 哎 要不改天 我教你化点妆吧 上班了 还是化点妆显得精神一些 你快饶了我了 我要是化了妆 连话都不会说了吧 哎 宋马呢 我们以后啊 还是不要在她明天说这个了 好 上哪儿 啊 怎么了 你干嘛呢 怎么了 我没事儿 我去看你们聊得挺高兴的 我也插不上嘴 我就过来坐会儿 没事儿 是吗 你人那么好 条件又不差 一定会上班 你就是人 那不用你的公司 是他们的损失 就是 嗯 我也这么想的 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看到我的努力的 嗯 加油 加油 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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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寝室 已经有两个找到公司了 他们两个 一个进了GM 一个进了风华 现在就撑怎么俩了 咱们打一个要加油啊 嗯 飞停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 那个 我也找到实习单位了 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公司吧 但是也决定先留在上海再说 你吃饼干吗 你吃饼干吗 我们都不吃 其实挺好吃的 好不好 有点 不吃 有点 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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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男妈妈 那个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 你看我们要不要 两个人合起来 那个请GM公司的人 吃顿饭啊 为什么呀 虽说他们是理亏的 但是我们孩子 在他们手下工作 我们请他们吃顿饭嘛 以后那个 他们可以多多地照顾一下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吃亏的 我们也没拿到通知呀 那怎么会呢 我们家哥哥老里八嫂就接到通知了呀 那个 宋男要不没有被录取啊 宋男也没有跟我们说过呀 那个 我这边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呢 那个那我挂了啊 什么通知啊 GM的通知 上回宋男不是说 格格没有拿到通知吗 陈爱连说格格早都拿到通知了 怎么回事呢这是 等一下我再到你们学校公报栏去看看 也许啊 还能找到更适合你的公司 爸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 我把公司的信息都寄到这个本上了 您就别再摆好一趟了啊 这这这这 这这 你干什么去啊 你等一下我 这孩子为什么说录取通知单没有下来 这孩子为什么说录取通知单没有下来 就告诉我们风华没录取 而且 GM公司 也没录取他 他干嘛要瞒着我们 孩子怕我们难过 受了这么多罪 GM公司却 出尔反尔 你干嘛去啊 不要跟过来 我叫你们等人了就来 你有事先找他 我要跟他谈办 请问你有约吗 我没有 你要请问你 你不要请问了 我告诉你们 我女儿在你们公司受了不平的待遇 我非常不高兴 我给你们董事长讲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这么大的公司 为什么 名不上胆的欺负我女儿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 好 先生你先不要着急 我马上帮你打电话 快点 什么玩意吗你们 快点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我是人民教室 我不是来 我不是来闹事的吗 我是找你们老板来理论的 就我先请你指助 你要我指助什么 咱们走吧 你们太欺负人了 你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人了 你太欺负人了 来 老公 有火吗 我借火啊 我十几年前我就借烟了 我没火 你也把烟借了 说得轻巧 我借过好几次 哪有那么远一样 是吗 你忘了带火还是小事 有的人啊 光天化日之下 是承诺我女儿给她一份工作的 这个事她也能忘 我这个做爹的真无能 眼看着女儿受人家欺负 我都帮不了忙 现在连 连他们的大门我都进不了 是啊 这年头 当爹的没钱没事 是不好当啊 我女儿现在在家念书 要是有人敢欺负她 老子肯定会去跟她拼命